今天手把手的来教大家盆栽柠檬 可以跟我的结的一样多 而且这么漂亮 接下来手把手的教大家 怎么把柠檬种好的视频来了 我们想把柠檬树种好 首先我们要知道 柠檬喜欢什么样的土壤 柠檬和其他的柑橘类一样 喜欢的土壤是相对疏松 然后偏酸性的土壤 我用的是什么土壤来种植 我用的是自己复熟发酵的田园土 然后加上一些松树皮颗粒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田园土里面有很多的有机质 现在已经相对很疏松了 然后我在土壤里面 再加上一些松树皮 把它混合 这样土壤更加疏松 后期柠檬树可以长得更快 然后可以长得更好 另外柠檬树在偏酸性的土壤里面可以长得更好 我会在土壤里面加些什么 我会加少量的硫磺粉 硫磺粉可以让土壤长期持续地呈现一个偏酸性的状态 这样后期它更有利于结果可以长得更好 好了 土壤这样给它拌一下拌匀了 我先装一部分在这个盆里面 在换盆之前 我给大家讲一下换盆的原则 不管是柠檬还是其他的柑橘类 我们不要一下子换太大的盆 如果一下子我们换太大的盆 它有可能会出现营养生长的情况 一旦出现营养生长 那短时间之内它可能不开花 或者开花做不住果子 所以换盆我们建议 一下子不要换太大的盆 换盆的时候 先把根系给它打散一下 让它在新的土壤里面可以适应得更好 有很多小伙伴肯定没有去做这个操作 然后它的根系盘解 后面出现僵苗还有长不好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把它的根系 这样它理顺 理顺了以后再动到新的土壤里面 老的土壤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抖掉一些 像这样 像柠檬树或者其他的柑橘类 它们比较怕水烟也就是藕根 一旦出现藕根 那它的这个植株也会长不好 所以我们在用盆的时候呢 尽量选择像这种透气好的盆 这样它的根系会出长的快 后面的长势也相对的好 然后自然做果就多了 好了 这样先挖个坑 然后给它放进去 然后买点土 数下12345 这样就可以种好了 然后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很多小伙伴的柠檬树 果子做不住呢 第一个情况呢 跟你们秋天的肥料 有没有给足 有的很大的关系 秋天你的肥料没有给足 它的金杆里面 营养积累的比较少 第二年开化结果自然就少了 那秋天我们给些什么肥料呢 秋天等到生秋的时候 我们以有机肥为主 有机肥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完全腐熟发酵的羊分 给它轻轻的浅埋在这个土壤的边缘 然后再给少量的复合肥 比如说17-17-17-17的硫酸钾复合肥 然后配合少量的高磷肥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肥 明年开春的时候它的果子自然就做得住 当然讲果子结得多 结得住 还有一些小方法 我们开春的时候呢 可以拿个铁丝 给它在这样的主干边缘 给它微微的捆绑一下 给它扎紧了 勒到它的形成层 有效的减少它的有机质营养的回流 结果率会比正常的情况要高很多 它有更多的营养去供给它的果子的生长 对了 还有一点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关于种植深度的问题 种植的深度也很有讲究 第一个呢 不能埋架接口 这样不要种的太深 种的太深 它的根系有可能会出现闷根的情况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 最后给它压压齿 再浇点定根水就好了 好了 就这样种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